大家好,我叫杜尔妮,山西太原90后姑娘,但江湖人更喜欢称我为二爷。 陈担任过文学社社长的我,收获最大的就是成功地将一个即将灭亡的文学社起死回生,也担任过宣传部干事,收获最大的就是学会与人合作,使我们戏获得了三连贯,也当过班导,结交了一群粮食一友。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希望寻求一份文案编辑,文案策划助理或婚礼策划助理的岗位,谢谢。 大声地拍了下桌子说,给我闭嘴,然后他们就都闭嘴了,然后有一个跟前的男生说,赶紧听二爷的话,然后这个二爷就这么来了。 哦,对对对,你还挺像二爷的,没有男朋友,对对对,二爷没有男朋友? 都处成了哥们,怎么没有男朋友呢? 我虽然外表像男生,但我其实内心还做得个小公主。 你干过的最爷们的一件事,什么事? 最爷们的事? 我感觉就是,就把一个男生骂哭算吗? 哎,算了,说来听听,把一个男生骂哭。 就是有一次那个学校举办那个班级文明比赛,我们采购一些材料之后,然后这些材料在男生那里放的,然后那天来之前,我告诉他,你千万千万一定要带上材料,都带全了,一件不辣,结果他还是给我辣了很多,然后我就当时一吓唬我,就上来了,然后就给他骂了。 你把我当成他骂我一次,我听一下。 不行,这个。 怎么不行呢? 我没有对你生气啊。 你把我当成他吗? 当不成呀,现在我俩也是好哥们,当不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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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一下,试一下,来。 好吧,试一下。 我不是让你带那个材料了,你怎么没带啊,我说了多少遍了,都带不了,这么多人都等着了,就等你一个人,你就要怎样,你要是不想干,你早说呀,为什么要,我就把这个活交给别人了,为什么要耽误咱们大家时间,都抽空出来的吗,对吧? 然后就, 这有啥呀? 也就是我说。 你太脆弱了。 比较脆弱了,有可能他那天心情不好。 那你干过的最温柔的事是不是? 温柔,没有男朋友,没有温柔。 你不是心里像住了一个小公主吗? 温柔,做手工吧,我喜欢一些手工设计类的东西。 你还会针线活啊? 会。 行吧,外表爷们儿,内心女人,是吧? 这上面写,你还在肖乡书院发表过作品《鬼衣妖王》。 自己写的,看高兴。 怎么样,阅读量? 哎呀,也没太关注,因为我本身就是自由发发,然后没有太关注。 有写作的爱好? 对对对,我特别喜欢这些文字。 那你毕业以后,有没有从事写作相关的一些? 相关就是我做了一年的那个新媒体公众号的编辑吧。 你干嘛呢? 我就是那个内容编辑。 你写东西? 写东西。 有多少粉丝? 几百来号。 你的文案的风格是什么? 我个人喜欢一些偏文艺的,但是之前的公司写那个微信公众号老让我翻那种就是什么车祸现场啦,谁和谁做啦,要不就是八卦。 标题党是吗? 对对对,我不喜欢这一类就是这个宣传负能量,但是当时是为了工作,我要生存,对吧? 所以我做的。 你的专业是景观设计? 对对对。 但是你毕业之后并没有从事与专业相关的? 对。 你为什么不干这个呢? 园林公司既有的一个观念就是,女生吃不了苦,然后她就。 你是二爷啊? 但是我没有和她进行投机简历的时候,她不知道我是二爷,对吧? 然后她连这种就是给我机会都不给我。 你这个理由不成立啊,你的简历如果描述的清晰是可以有一定人物性格的体现的,你的文字是干嘛用的呀? 所以其实你在暴露一个你们应届毕业生普遍不会写求职简历的问题。 我也是,我觉得她可能也没有那么喜欢,所以她没有特别努力的去试。 对,你看一下你的那个16年3月份到17年2月份,你的微信编辑是3000加的薪水,然后呢你这次文案编辑的求职一项金是6000加。 你在做文案工作的时候,你是只是为了单纯的加粉丝,你写的东西只要能吸引大家,还是你能够明白老板背后让你加这些粉丝,背后他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我是想问一下这个事情,然后你为什么又要6000加呢? 我那时候就做基础工作,然后因为它一个公司,它是帮别人运营公众号的,然后我接的,然后就是老板让我做啥,也许我那时候刚毕业,然后不太明白这个职场的这个环境。 是,那就是在那样一个模模糊糊的情况下是3000加,然后呢,今天来非你莫属,在这个平台上就要6000加了。 那个太原3000加,就是已经算女生里面薪资比较高的了。 其实我们不是说不愿意吃6000加,是告诉我们有什么技能。 对,我有一个问题,你怎么成立你的6000加? 我觉得你那个地狱的理由也不成立,那你那个地方跟北京也不至于物价是倍数的差异。 反正我在太原租一个房子,我只需要350,来了北京我需要1000多。 哦,你把你的生活成本转接到了企业。 不是这个,我是说我干了一年的那个,虽然我有可能做的不是那么好,但是我相信啊,我能,我年轻,我能学习,各种。 我问你啊,你来北京之后投过别的简历吗? 投过就是外部前段。 你找到过6000的工作吗? 有一个北大,一个赵老师给我打电话,想让我去,然后。 干嘛? 就是做这个文案策划。 做文案策划,已经谈妥了6000吗? 底薪是5000。 对吧,你其实没找到过。 你善于写哪类的文章,比如说什么有这种时事论述啊,还有就作为一个小公主喜欢写那种小清新的东西,哪一类是你更擅长的? 我偏古风类的,我比较擅长。 偏古风类的是吗? 对,就比如说我喜欢,就是中国文化,我喜欢作诗。 其实就前两天,春天来了,然后看见那个燕子,我还写了两句,就是。 说。 新燕,写泥窗下注,老树抽条又一春,是我写的。 你为什么不带你的作品来呢?背景资料也没有? 我,就,我不知道。 你竟然是来面试文案编辑嘛,你为什么不带作品来呢? 也确实是我自己准备不足,然后我其实作品也挺多的,但是这是我自个儿的事,失误,愿不得别人。 那你给我们讲一讲你在学生时代怎么样让你们学校这个文学社起死回生的? 文学社那个,就是我接手文学社的时候,然后它那个文学社的模式过于传统,然后人员流失比较大,这是大前提。 然后之后我接手,我就马上就是从,就是面临的就是一个招心问题,然后我就改变这个招心模式。 首先我是吸引眼球开始,我们学校有一条大马路,然后我将那个,那时候特别流行那个动漫的cosplay,我将那个古风的cosplay融入了招心。 第二点就是宣传方式,传统的我们学校就是那个口口相述,我接过来之后,我加入了海报,然后还有广播,这种宣传方式。 第三点就是那时候我是班导,然后利用带的一批小学生,然后,然后就近资源,我让他们那个。 所以说来说去的话,感觉你可能更合适做这种市场策划。 张罗事。 哦,我也张罗事,市场策划。 除了文字编辑,你还有考虑过类似相关的其他的工作性质的工作吗? 考虑过,我其实蛮想做婚礼策划的,因为我的终极目标是婚礼策划。 为什么呢? 因为我喜欢看别人幸福。 你喜欢看别人结婚是吧? 对,我喜欢看别人热闹幸福,然后跟我讲他们的。 他还是喜欢张罗事,你知道吗? 凑热闹,你还是喜欢的。 我想做那个,我的终极目标就是首席婚礼策划师。 而且,阿尼,你为什么不直接一步到位实现你的梦想? 因为婚姓公司的策划这个工作并不难找。 你的综合素质我觉得完全可以找得到。 为什么还要曲线救国呢? 我也投过这个,就是婚礼这方面的一个简历,但是因为简历上那个专业不合适,都被刷下来了。 你投过几家公司的简历被拒绝了,以至于现在想曲线救国。 因为你想拿我们这些boss的公司做跳板的话,我们肯定会很介意。 你这个兴趣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兴趣,对吧? 它本来是个专业,是一个行业,是个岗位。 你要面试的岗位它也有,你为什么不直接去? 其实问题就这么简单。 对,是。 我后面有写的文案编辑,然后最后有一个婚礼策划助理。 我们这没有什么意思,是婚礼策划。 其实你要去找,你可以执着找那个工作,肯定找得到的。 你认识几个现在正在做婚礼策划的这样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恰好是你想过的。 有我的亲戚,我的一个姐姐,她家就是婚礼公司。 她的生活其实是我向往的,然后天天晒别人的幸福照, 我就觉得我的朋友圈应该传播正能量。 那你去应聘呗。 对,对。 晒别人幸福照,也是什么样。 二妮,二妮,我问一下你,你要是婚礼主持之前当媒婆呢? 可以,我也喜欢听别人的那个。 你们那当媒婆要什么要求? 我在这个平台上,在一号媒婆,那个媒婆不是一个正式的职业。 是业余时间就可以做,帮身边的人找对象的。 所以欢迎你来。 谢谢你,这个媒婆是在主中国的